各位兄姐妹 现场 现场的祝福你们平安 归荣耀给我们的神 真大的掌声 哈利利亚 来 我们也把整个焦点就放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 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最称责的祷告 我可以举起你的手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 这个礼拜 你给我们所有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无论在身体 心灵 事情 职业 我们一切在家庭的关系 主啊 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 主 我们感谢你 为着过去的带领 谢谢你 也为着将来 为着明天 我们继续呼求你的圣灵 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指引我们该走的路 我们相信今天 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日子 可以经历神的日子 透过敬拜 透过讲道 我们可以经历神 谢谢耶稣 如此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一起来说 阿们 阿们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你可以鼓掌 你可以跳舞的来 让我们来敬拜赞美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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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大声的音乐 到我坠西了of the duty 喧闹我的声我要尝试赞美你 你的慈爱高级秋天 你的心事伤疤重长 你的救恩将我暗示在高处 我想你唱开心号无保留 从我奔向来到你面前 被转成微笑海洋室 呼喊阿爸父我爱你 我想你唱开心号无保留 将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定赞美 我走到神的祭祷 到我追悉了地神那里 神到我的神我要尝试赞美你 你的慈爱高级秋天 你的心事伤疤重长 你的救恩将我暗示在高处 我想你唱开心号无保留 从我奔向来到你面前 被转成微笑海洋室 呼喊阿爸父我爱你 我想你唱开心号无保留 将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定赞美再来一次 我走到神的祭祷 到我追悉了地神那里 神到我的手我要尝试赞美你 你的慈爱高级秋天 你的心事伤疤重长 你的救恩将我暗示在高处 我想你唱开心号无保留 从我奔向来到你面前 被转成微笑海洋室 呼喊阿爸父我爱你 我想你唱开心号无保留 从我奔向来到你面前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定赞美 我想你唱开心号无保留 从我奔向来到你面前 会转成微笑海洋室 呼喊阿爸父我爱你 我想你唱开心号无保留 从我奔向来到你面前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定赞美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定赞美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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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今晚裡 天山裡江河 永留在我希望裡臨時 走在主世界光中 不要讓世界 過去我的心 不要讓環境 蒙蔽我的眼 不要讓放眼 是我而發沉 不要讓困難 忍住我前行 我要選擇 主的道路 放下悲知己 憂傷的權利 我要宣告 主的道路 來呼喊 哈利路亞 我立定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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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今晚裡 任生靈江河 留在我心 我立定心智 走在主世界光中 不要讓世界 靠去我的心 不要讓環境 依我的眼 不要讓環境 不除我而發沉 不要讓困難 竟起我前行 使我而發沉 不要讓困難 冷住我前行 不要讓困難 困難 燃住我前行 我要宣告祝的大能 来呼喊阿弥陀佳 我你的心志 为生他美丽 我你的心志 来放进百米 人生的江河 永留在我心 我你的心志 祝在诸生铁光中 我你的心志 为生他美丽 我你的心志 来放进百米 人生的江河 永留在我心 我你的心志 祝在诸生铁光中 我你的心志 来放进百米 人生的江河 永留在我心 我你的心志 来放进百米 人生的江河 我你的心志 来放进百米 人生的江河 我你的心志 来放进百米 人生的江河 在世上 我们都要认定你 因为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Amen 我你的心志 来放进百米 人生的江河 我要专心要爱你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锁心的事 都要认定你 我要专心跟随你 我要专心跟随你 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在锁心的路 你必质疑 相对你 相对你 青梁 天下来放进百米 人生的江河 我你的心志 来放进百米 人生的江河 我你的心志 来放进百米 人生的江河 我 你是道路 这里和生命 走进你心意 借上一切 祝我活着用你 我要专心要来你 无依靠至极的忠意 在说心的事都有人命定 我要专心跟随你 无依靠至极的忠意 在说心的路你的决意 将你的话语细在银箱上 刻在心板上 主啊我赞力敬为你 于是道路准利和生命 走进你的心意 写上一天 主啊我承荣你 将你的话语细在银箱上 刻在心板上 主啊我赞力敬为你 你是道路准利和生命 走进你的心意 写上一切 主啊我最容易 将你的话语细在银箱上 刻在心板上 主啊我赞力敬为你 你是道路准利和生命 走进你的心意 写上一切 写上一切 主啊我尊容你 写上一切 主啊我尊容你 写上一切 主啊我尊容你 写上一切 我尊容你 我要爱慕你 我要爱慕你 倾到我的生命 你一生 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慕你 耶稣 我要爱慕你 我要爱慕你 倾到我的生命 你一世 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慕你 等耶稣说你爱慕你 耶稣 我要爱慕你 我要爱慕你 倾到我的生命 你一世 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慕你 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慕你 我心淡淡可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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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的爱和思念 我心淡可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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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走向你的身旁 借记你 我心淡可慕你 我爱慕你 offended 我哑你 我爱慕你 耶稣 我爱慕你 我爱慕你 充满我圣灵 我爱你 祝福耶稣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跟耶稣说你爱慕他 你可慕他的同在 圣灵 你大大的浇灌 大大的充满 主 我们要爱慕你 我们的心满意要出来 对你的爱 思念和渴慕 主 我需要你 我渴慕你 噢耶稣 我渴慕你 噢耶稣 我爱慕你 噢耶稣 我渴慕你 噢耶稣 我渴慕你 我渴慕你 噢耶稣 我渴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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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的爱和失恋不至极 让我走向你的身旁 贴近你 主啊我可无需求你 我心满足 我谢谢你 使我们心得到满足 主啊我们更要在敬拜当中让你满足 让我走向你的身旁 贴近你 主啊我可无需求你 我不晓得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想 只是为了唱诗歌而唱 你怎么样满足神 我们怎么满足神 我们怎么渴慕神 不是单单只是在敬拜里面渴慕神 在你每一天的生活 你可不可以渴慕神 你一起床 第一件事情 是看什么呢 你第一 起身 你是先祷告呢 还是渴慕祂 还是渴慕你的手机 还是渴慕其他的事情呢 所以当我们唱的时候 其实也再一次的给我们 一个提醒 包括悔改 如果耶稣是主 我们就好好地去渴慕祂 如果祂是你的神 就是第一个你要先跟我们的神说早安 第一个先向我们的主 善明你的心意 那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 我们不先想到我们自己得到满足 是主啊我在这里 我可以怎么满足你 我可不可以在每天早上的生活 第一件事情就是渴慕你 很简单就是用行动来表达 讲唱是没有事情 没什么用的 再敬拜再次的圣灵 再次的激励我们 圣灵借着这首诗歌提醒我们 我们真的爱慕我们的神 要不然我们就成为一个 说谎的人 你越唱越说谎 你真的是渴慕祂 我相信恩友 都是渴慕神的人 Amen 所以在唱副歌的时候 你就向神说出见你的心意 主啊帮助我 我知道我不行 因为我有我的软弱 但是主啊帮助我 给我力量 每一天早上至少明天开始 我第一眼我就先祷告 第一眼我就跟你说哈喽 早安 好不好 然后我们继续来唱副歌 我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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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一天就很不一样 相信你 我心满意 那一天也就很不一样 让我们的生命 淡淡的渴慕神 我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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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可慕祂 让我重生 贴近祂 清醒祂 爱也静祂 主啊我可不需求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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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姐妹 我们归罗要给神 是神再次给我们力量 去完成 我们心里面的祷告 主 我们渴慕祢 渴慕祢 渴慕祢 主啊 谢谢祢再次提醒我们 借着这首诗歌 叫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称祢是主 我们就把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 都放在耶稣的身上 即使我们起身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先说感谢主 就是要称呼 祢就是我们的主 主啊 再次的提醒了我们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今天的敬拜的过程当中已经经历祢了 因为祢就是我们的主 祢是我们生命的主 没有祢我们不行 主啊 谢谢祢 我们也再次的 也为着我们的奉献来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 祢所赐给我们丰富的饮食 这个时候我们也用金钱来朝见祢 敬拜祢 因为神祢喜悦我们的敬拜 也包括我们在金钱上的敬拜 求主祢来使用我们所奉献的 因为本来祢所给的所有都是属于祢的 谢谢祢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给我们使用 我们感恩祢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感谢主 我的心配 我还不太在心配 你们 embedded OK 感谢主 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 阿 很重要的一首诗歌 也蛮感动我的一个诗歌 阿们 欢迎牧神 阿们 所以我们一起生第一样的事情要做什么 OK 一定要跟耶稣说哈喽 当然也要开着你的眼睛 第一眼要开眼睛 你不开眼睛很危险 特别是老人家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 刚才我们已经为着这个祷告 奉献祷告了 所以我们这次的祷告也有电子 或者后面有这个实际的一个金钱的奉献 在后面可以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好 我们这个时候要欢迎第一次来朋友 或者在线上的 或者我们在现场的 有没有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 崇拜的贵宾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可不可以挥挥手 挥挥手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但是我看到敏充弟兄回来了 六个月回来了 因为他身体的状况 来 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 还有美霞姐妹 他的太太 我们有两项的报告 其中一项 第一项非常的关键 也非常的重要 要大家聆听 专心的聆听 特别我相信 如果你是我们的会友 你是恩典堂的恩友的话 你应该已经收到了 我们的这个委托书 就是ABM 就是常务大会 常年事务大会 2024的委托书 同时如果是你想知道 一切关于2024的 关于恩典堂的一些事务 财政 一些事项 你都可以到外面 外面的柜台 有这一本书 你可以拿来看 同时 听清楚 那个委托书 这次我们的这个ABM 是5月17号 星期五晚上 你当天可以来 实体的投票 要不然我们教会 基本上都鼓励大家 在5月13号之前 把你的这个委托书 就先交出来 你可以放在后面一楼 后面的这个ABM的一个box 你投进去了之后 这是我们的教会的一个提醒 希望你们先投 当然你投完了之后 你可不可以来这个事务大会 肯定是可以的 你就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整个恩典堂的事务的事情 OK 那现在呢 你拿到这样的一个委托书 有几项的一些重要的报告 跟一些提案 要跟大家讲 那现在主任牧师呢 会跟我们说一个非常关键 也非常重要 你要谨慎的来听 他所说的 这时候一起来看主任牧师 恩友们平安 我们正在筹备第63届常年事务大会 作为教会执事会主席 我想要与你们分享 今年常年事务大会的重点事项 我们已经迎来了恩典堂五级八都建成的20周年了 在神的恩典和大家慷慨的奉献的支持下呢 我们在2004年获得了这块土地的30年的租约 之后恩典堂五级八都变在2006年正式的县堂 让我感恩的是呢 是看到这座建筑的影响力 已经从内 扩展到了我们周围的社区和灵社 感谢每一位恩友 感谢你们在过去的20年里呢 与我们携手并进 为这里的社区带来了祝福 当我们迎来恩典堂五级八都的20周年时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土地诸约只剩下10年而已 我们希望能够善用我们的资源 和神所赐的智慧来对恩典堂的未来做计划 我们也对将有机会祝福附近即将建成的登加新区 而感到兴奋 那里有着十万两千个潜在的新家庭 我们已经开始与新加坡土地管理局 讨论可供选择的选项 我们感恩的得知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有利的时机 可以与单局续签租约 一旦租约续签 我们就可以开始升级建筑的基础设施 包括机械和电器系统 考虑到恩典堂五级八都土地续约的情况 我们今年将谨慎使用之前为此建筑升级媒体设备所设定的基金 请放心我们将升级广播功能 以提升您在现场聚会体验 我们最终会在将来的长年事务大会上提出另一项关于更新恩典堂五级八都的决议 恩友们 在我们即将举行今年的长年事务大会之际呢 我代表执事会和全体工作人员 要向所有在过去二十年里 以任何方式为这座建筑做出贡献的人置以敬意 感谢你们对新加坡西部地区的奉献 感谢你们对伟生于教会 在我们寻求您对恩典堂五级八都续约的支持的同时呢 也让我们记得 这座建筑的目的 是让恩典堂看到更多的人 更像我们的主耶稣 让我来总结一下 今年是恩典堂五级八都建成的二十周年 鉴于当局的积极回应 我们打算立即续签筑约 以更好的为恩友们与社区服务 筑约期限至少为二十年 且不得超过一千万新币 好 我们谢谢赵牧师给我们的分享 我要鼓励一下 我们不容易 来 各位热烈的掌声 我们谢谢我们的赵牧师 还有包括他的团队 整个执事会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决定 但是这个决定呢 需要会有的一个委托 所以请你谨慎 谨慎 再谨慎 来填这个委托书 或者当天你来投票 所以这个是需要会有 如果你 关于这一个特别是这一个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如果你不太清楚 你想问多一点的话 请你找我们的牧师传道 来询问好不好 不要自己私自去问 问来问去就不对这样 问我们 那么我们尽量可以跟你解释一下 好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报告呢 也跟Bukit Pato有关的 来 那因为呢 5月3号我们将会去Bukit Pato OK 5月3号星期五晚上7点45分 在恩典堂的Bukit Pato呢 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跟祷告的 的一个聚会 我们在四楼的礼堂 我在说是四楼的礼堂 与神对齐的人生 所以呢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导 跟祷告的过程当中呢 使到我们人生呢 是对齐上帝的心好不好 所以呢 欢迎你们5月3号星期五 晚上7点45分 来到这个Bukit Pato 好 我的报告就到此结束 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准备心来聆听四世纪 四世纪已经快要到尾声了 所以这一次呢 是由我们的曾文来牧师呢 将会为我们来分享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文来牧师 大声一点好不好 谢谢 有你们平安 有你们平安 感谢主 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今天来对的地方 Amen Amen Hallelujah 大家蛮开心 然后今天我们 回到这个四世纪的 讲道系列 非常感恩 我们已经讲了过去 透过武堂的 已经盖过了这个十六章的里面 那这十六章里面 我们的确看到 这个以色列 他们进入迦南美帝 面对挑战的时候 他们也经历了神 怎么样的恩待他们 在他们的 甚至违背神的时候 没有听从神的旨意 神仍然兴起许多的事实 来拯救他们 那么的确我们从这本书里面 看到它仿佛就好像一卷 反面的教材 里面有几多负面的 这些不良的示范 还有失败的这些的例子 我们都可以在里面看到 我鼓励你用一点时间 来去看 因为我想我们可能 不是很多时间会留意到 四世纪这本书 这非常难得 那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 十七到二十一章里面 我们分两堂来总结 并且更多的是反思 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吸收到 怎么样的提醒 免得我们陷入同样的 错误的里面呢 那首先我要以一个故事来开始 那有一个人 他拿了他母亲的钱 这是一笔不少的钱 那母亲后来发现 自己的钱不见过后 就说哎呀 我的钱不见了 我好生气 他生气的时候 他就咒诅这个偷钱的人 他说怨这个偷钱的人 不得好死啊 走路啊跌倒啊 花瓶跌下来 敲他的头啊 咒诅这一个 那这个小偷 听到母亲叫咒诅 他很害怕嘛 这个咒诅 都在那淋到他身上 他就立刻把这钱 还给他的妈妈说 妈妈 这钱我拿走了 如果你是他的妈妈 那你会怎么样呢 请问 Angela 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的孩子拿了你的钱 然后又给回你 你会怎么做呢 好啊 然后呢 什么 你会讲到什么 要教导他一下吗 对啊 我看到Angela讲一下 事而复得 当然是很高兴的事情 然后如果看到孩子 是因为这种的行为 我想我们可能会责备 或者会指挣他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 这个母亲收到钱 不但没有责备他 反而祝福他 反而还为他制造了一些的神像 然后放在他的家里面 过后这个儿子又加添了一些 把家里弄成了一个 私人的宗教圣索 当你看到或者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是否隐约察觉到其中 有一些不是很对劲 不是很妥的地方 有偷钱 有拜偶像 还开这个神坛的事情 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就是发生在十世纪 一个在道德 在信仰上都败坏 都困乱的时代的里面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 十七章和十八章 我们会简单的跟大家介绍里面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有什么 是我们在这被提醒的 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活出神呼召我们的目的 那因此我们来看的时候 从十七章一开始的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负面 一个反面的教材 就是藐视上帝的立法 怎么叫做藐视呢 藐视就是看不起 就是轻看 就说不把他当成一回事的一个负面的教导里面 在十七章一开头的里面 我们就看见了许多违反的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旨意 还有他透过摩西所写下的律法的情形的出现 我们看到这里米加在这个第一 实际上第一节的里面看到米加这个出现 他一点都不敬畏神 一点都不敬畏神 他拿了他母亲的钱 这拿的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偷了 就比如说我在跟你拿东西 没有问过就叫什么 偷嘛对吗 你有叫孩子吗 你拿东西你要问过 没有问过就是偷嘛 早上有人说不是偷啊是借啦 这种没有问也不算这种借是偷了对不对 如果想一想我待会去你的口袋 在你不记得的时候拿掉你的东西 而没有让你知道 所以这里算是一个偷的里面 后来他是不是因为良心发现 只是害怕这个不好是因为淋到他身上 所以他就把钱还给这个母亲 你知道吗 米加他的名字有一个意思 叫做有谁像耶和华呢 就是说表示说哇 有谁像耶和华 谁像耶和华呢 就他应该是表现出他样子 是一个敬虔 让人看见耶和华是这样样子的 但其实米加一点都不像神 他这样的表现 那米加的母亲也不敬畏神 他只是想利用他的咒诅 来逼出这个小偷出来 一旦发现 是我的儿子不但没有救证 反而还说什么 还祝福他 在这个说 我儿啊 愿耶和华 赐福他 我们看到这个米加和他的母亲 都违反了上帝的话语 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呢 他们不可去偷窃啦 还有这个制造偶像 拜偶像的命 都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三第五节 很明显的告诉了他们 以着明确的来吩咐他们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但不可有别的神 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不可归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们 因为我耶和华是祭学的神 这里所写的一切 米加和他的母亲又犯上了 过后 这个米加还在家里面 做了一个私人的宗教场所 还叫他的儿子 给他一套衣服 叫他OK 你就成为那个祭司 来管理这个宗教的圣所 这个神坛 这个也同样 以上帝的话语违背 因为上帝要求以色列 他们只能够在圣殿来敬拜他 他不能够在一个私人的空间 不能在家里面 他们必须回到圣殿来敬拜他 特别也是他的儿子 他建立了这个祭司的制度 不但有了神坛 还去安利他的儿子来做 这个祭司也是违反上帝 的这个要求 因为按照上帝的律法要求 只有从亚伦 不是所有的列位 只有从亚伦所生的后裔 才有资格当这个祭司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讲了这么多 就让你看见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困乱的时代的里面 因为米加和他的妈妈 就基本上就创造了 创立了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宗教 这个宗教也拥合了 他之前所有一些所认识的 但是异教的做法 他也容纳在这里面 这岂不是我们常常也看到 在我们当中 也有好多种信心起来的宗教 是值得我们要谨慎的 因为我们如果不谨慎 就好像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受了当地人的影响 那在十七章第六节里面 这一句话 就成为了一个结论 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亡 个人任意而行 这里指出了以色列陷入 不断的一个失败 败坏的一个循环里面 一个属灵的根源 这里说到他们没有亡 那是否真的以色列人没有亡呢 他们看起来好像没有其他外邦 这些民族他们 他们有一些的王领袖来带领他们 然而他们却知道 上帝就是要成为他们的王 他们把他们从这个埃及地 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就是说你们要来敬拜我 我要做你的王 那以色列怎么做他们的王呢 那是透过上帝的吩咐 透过他的实践 告诉他们什么是你的界限 什么是你可行 什么不可行 好让你在遵行的时候 你就是认定我为你的王 这是在耶稣尔记二十三章第六节里面 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吩咐 然后当以色列不再坚持 不再坚持 不但不坚持 还藐视的时候 乃是轻易的 做自己想做的 就是没有以上帝的话 以为权威 什么叫这任意而行 就是大家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大家认为自己做的事情 大家就这样去做 就这样看起来非常敬虔 有败好过没败了 我们常常有这样讲话是吗 有去教会 还好过没有去教会 我是很好的 我有去小组的 我看起来很敬虔的 看起来 但是是否有按照上帝的指示去敬拜他 还是按照自己的利益 再敬拜一个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偶像 自己所想象出来的一个神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就表明我们不怕这位公义 这位圣洁的正神 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悔改 没有认错 很多时候我们不做坏事 不说那些不道德的事情 其实不一定说是我们在敬畏上帝 我们只是说着 冥冥之中 我担心有报应 因为有人说 这一句话不懂谁说的 人在做 天在看对吗 这个天是谁不知道 冥冥之中 所以我就只要 走在这种的 这种的怎么说呢 里面 希望我不会遭遇到 这种的报应 然后我就要为自己的日子而活 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心意 制造一个 想象一个 符合我们心意的神 利用他来安慰我们 利用他来服侍我们 那我们接下去看 随着这个米家的神坛 欢喜开张 开张大业的另外一个人物要出现 这个人物就是少年人 立位了 就是接下去我们看在第七节的里面 这里说到什么呢 说到犹大玻利恒有一位少年人 他是犹大族的立位人 这好奇怪 他到底是犹太自派还是立位自派呢 他基本上是一个立位自派的 还记得刚才有所说吗 立位自派是他 是神所特别 呼召出来 要去在圣殿里面来服侍他的 然后这个立位人 他原本在犹大里面寄居的 寄居什么意思 寄居是什么 现在我们周房 我们租房子 这也不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在那边暂时的居住 他这时候他要离开了 要找到一个可住的人 然后这里说明什么呢 这里说明听起来好像很可怜 对不对啊 一个人连一个屋顶 能够遮盖的都找不到 看起来非常的可怜 但是我们在耶稣 这21章41节里面我们看到 虽然立位人没有好像其他的宗派他们得到一块土地 为他们的产业 但是神却在他们当中给了他们在这个散发在这个 另外十个支派里面 四十八座的城里面是属于他们 他们可以在里面居住的 并且在当中来带领这些其他十一个宗派的以色来真正的来敬拜神 也许因为这个其他的支派没有顺利的去占领这些土地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些土地给了他们 他们仍然要去里面征战 把里面的人赶走才得地为业 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倒是立位人就无法住在这个地方的里面了 因此他走啊走啊走到哪里呢 走到米家的店了 所以可见米家的圣地在当时是非常的出名了 最近我们好多人也出国对吗 出国去旅游 你旅游的时候你会找到地标来拍照 所以这一个人他走啊走啊走啊 就走到这以法连地的里面了 怎么知道呢他们两个一拍即合 为什么因为米家他说 虽然我立了我儿子做祭司 但是我知道我的儿子是什么 是冒牌的 因为他是以法连人嘛 以法连人是没有这个神委派他做祭司 哇来了一个立位人啊 哇蛮靠近的 所以可以了我要请他来了 我要请他来做 我每年还给你十色克勒银子 十色克勒银子一套衣服 还有每天的食物 所以他就想请他 请他来就能够抬高我这个神坛的声望 我的生意就非常的信用 而这个少年也一样 因为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 既然自己抱上自己是立位人 抱上自己是立位人的时候 他认为哇这是一个可能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讲了这么多 弟兄姐妹你有看到其中的困乱吗 若米家和他的母亲 他们所做的 是几支他们在信仰上的这一个败坏 这个年轻人也一样的堕落了 他选择了经济的利益 而不是坚守自己的岗位 那我们从这段那么长的解释故事里面 我们有什么的反思呢 弟兄姐妹时间没有改变人类的天性 今天我们仍然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现代社会里面看到和十世纪的一样 人总是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 我们常说me first me first 常常都需要me first 我们的这个制度也鼓励你要成为那个第一名 是不是呢 有看到我们在足球里面 没有人注意谁是第二名的 我看到好多的比赛在颁奖的时候 哇那个拿第二名的 他虽然有这个奖牌是吗 有这个他带上去他立刻拿下来 他觉得很失望 因为他觉得失败了 第二名也算失败 我一定要拿第一名 第一名才算是成功 这是我们现代所处在的里面 也是我们对这个世代人的看法 何谓成功的人呢 一个穿的这样的 哇 哇 驾什么车 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 但我们总会对那些成功的人 另眼相看 你说是吗 还是不是 还是你们一视同仁的 确定吗 待会去看看你在 Rick Hill的Hawker Center就知道了 那因此他怎么样成功 我们没有人去关注的 我们只关注的是他 我们没有关注他的手段和来源 我们只关注他 他已经成功了 弟兄姐妹 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有成就 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也是应该的 因为上帝要我们成为一个卓越 一个优秀的人对吧 上帝要我们祝福我们 并使用我们来成为光 成为圆 来见证他 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直有期待 有要求 有目标 这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 弟兄姐妹 我今天要提醒大家 当我们追求成功的时候 我们不要追求 那些没有底线的成功 什么叫做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就是没有界线 没有一个说很清楚的 一个这个原则的里面 这一些成功 是我要避免的 什么是没有成功的底线 就不讨神喜悦的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益处 同样的我们个人 也不要没有底线的追求成功 也许我们的成功是非常的蛮不错的 这个成功是能够知道其他的人得到这个好处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没有底线 没有原则的去追求这个成功 这一句话不单是当你听得非常的顺口 乃是要提醒你 在你生命当中 你总要有一个界限 你总要知道 你要来遵从我们的神 以他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带领 因此今天我们从这个第一个故事的里面 我们学习到什么呢 我们学习到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启示来敬拜上帝 我们看到他们的例子 当他们藐视上帝的话语 并且学习当地人的方式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错误的敬拜的方式 我们真正的敬拜 乃是要对于上帝自我启示的一个回应 因为上帝已经透过他的话语来启示 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我们要按照他的吩咐 按照圣经的教导 按照圣经的指引来敬拜他 而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 而不是按照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来敬拜他 他们看起来非常的敬虔 这个少年他看起来好像 哇我要去服侍神 我今天没有 以前没有去 现在我已经有机会了 但是我们看起来 他们看起来 他们实际上 不是看起来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 他们的行为表现出他们所追求的 是想象中的上帝 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情况 今天这种的情形仍然存在 这种姐妹 我们可能看过了上帝的作为 我们也做了祷告 说我们要来相信耶稣 我们也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忱 但是我想问的 你熟悉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上帝吗 还是你说 我有来好过没有来 我有拜好过没有拜 我有去小组 我有去小组 我有去参加祷告会 我有去教会 我有去服侍 我还是要问你 你认识在圣经里面 向我们所启示的那位神吗 因为弟兄姐妹 当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启示 来敬拜他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会走向一个片面 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式里面 那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明白一个纯正的东西 比外在的行为来得更重要 因为上帝所看作是 里面是否有个敬虔的信 而不只是你所做的 当然我们里面所表现出来的 也是同样的重要 那那个必须从里面 我们对神的认识的里面 我们所产生的一种的回应 因此今天我们要用更多的时间 来认识我们的神 那我们今天我们教会 是属于五神中的教会 我们认识圣灵 我们也很相信圣灵的工作 那我也想提醒很多说 哎呀圣经的话语我懂了 最终的是我在 在我的寻求神里面 圣灵充满里面 我就知道我怎么样去做 这个当然我们非常 我非常非常的鼓励 我本身也常常在 祷告的里面 操念放言 来激励 我里面的灵火热起来 更加的敏锐 更加知道上帝要怎么样的 带领我 那弟兄姐妹 我们在生活当中 所经历的 所对神的认识 我们在大自然界里面 所看见上帝的作为的时候 我们同样还要回到 这个圣经里面来检查 因为我们我们的经历 不是圣经 不是神 所其事本身 唯有神的话语 唯有神的话语 我要给大家看一段的经文 没有在荧幕上 但是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 是耶和福音 第16章 第12节开始 我们要很清楚的 他说什么 我还有些话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单单不了 只等真理的生理来 他们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 就表示当我们追求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在圣灵的工作里面 他是要引领我们来做什么 来明白这个真理的 当我们追求圣灵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经历 不单只是要来满足我们 不单只是要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往往我们会走遍 就成为自我中心了 当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帮助 圣灵的启示里面 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 因为他会让我们来引导我们明白 耶稣所说的一切话 在第16章14节里面 我们看见了 接下来说什么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 乃是把他所听见说出来 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当圣灵引领你 当你说圣灵引你 圣灵带领你的时候 他除了让你进入这个圣灵 尽你的明白 第二 他也是使你能够荣耀神 兄姐妹 我们的确很需要花时间 在认识神 透过圣经的启示来认识神 那时候你说我不赢啊 牧师很忙很不得空啊 很多东西要做的 那我这几天看了一个报导 说2023年 新加坡人平均花时间 除了工作 除了需要回复的 就是单单的在社交媒体内 花多少时间 你们说呢 新加坡人花多少时间呢 多少时间 杰斯卡 我问一下你 你觉得一个新加坡人 花多少时间 在手机上 多少时间 一天21个小时 花多少时间 三个小时 OK 还有呢 八个小时 原来你用八个小时的 说说而已啊 很多人不敢说 因为怕说出自己啊 平均我们花五个小时 你想想 花五个小时 除了你睡觉上班 除非你上班 所以也做这种事情 或者睡觉也不睡 就看手机 五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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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睡觉 合作用了十六个小时 你剩下另外八个小时 你用个超过一半 在手机里面 的确 但是我们来教会呢 我们被神的话也接触 如果你不看圣经的话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 也是非常重心的啦 你来教会礼拜 两个小时好不好 去小组 两个小时啦 我们又不是每个礼拜 有小组咧 就算你每个礼拜去啦 我又去祷告会啊 这个不错了 是不是 有去教会 有去小组 祷告会咧 也是五个小时 你用一个星期 如果你不读经祷告 你只有五个小时 跟神有一个很 能够很清晰的一个接触 所以鼓励你 你一定要读神的话语 刚才 敬拜团也说了 把神的话语 放在心里面 好 让你所行出来的 乃是因为在里面 神对你的说造 神看重你里面的生命 然后很快的第一个 第二个 故事没有结束 我们要看这个第十八章了 第十八章里面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负面的教材 就是一个偏离上帝的计划 这时候出场的 不再是一个人 乃是整个支派的里面 这个支派 没有坚守他们的岗位 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经文一开头 再次的强调 以色列堕落的原因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 不再敏锐上帝的带领 很多时候我们不再 以神的话语为优先的时候 他很 的起点 往往就是 我们心中 没有王了 心中没有王了 那这里说什么呢 由于他们缺乏 属于自己的土地 因此他们决定去找一个 新的居住地了 从一个人 立位人在寻找 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现在整个支派也居无定所 他们要找一个地方 然后从圣经耶稣 第十九章 这个四十八节里面 他们从这里看到 他们其实不是没有土地 上帝已经把这个土地 分配了给他们 十一个支派的里面 在不同的地方 已经透过耶稣 这样的分配给他们 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土地 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征战 他们害怕面对敌人 他们看到敌人 他们不愿意去征战的时候 导致他们最终被谁呢 被这个姚摩利人 逼到这个山地了 逼到山地就困在那边 因为在山地上资源有限 也不能够去到别的地方 由于他们不愿意 不愿意去面对上帝 给他们的这个计划 这个旨意 他们要找一个更容易的 你只能帮他们派五个探子 他们派五个探子去找了 走啊走啊走啊 有趣的是 请问这五个探子走到哪里呢 走到哪里呢 我们在这一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走啊走啊 他们走到了这一个米家的家的里面 可见米家的店当时生意越来越好 大家越来越用越容易找到啊 就好像很多时候 那个好吃的地方啊 好吃的餐馆啊 好多人都会去介绍 我们就自然找到 那找到的时候 他们听到少年立位人的口音 他们产生好奇了 所以我们来到以法连地 为什么听到这个口音 跟这里的人不一样的 在我们当中 我们新加坡很多人讲福建话 但是我们知道 在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 福建话跟 丙念的不像的 丙念的优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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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讲啊 去拿个笔啊 去曼山别彩啊 我们很柔的 这边 哈啰 好吗 喝个笔啊 他发现口音不一样了 然后他就问了这三个问题 他很好奇 因为这一个年轻人 他在了一个不应该在的地方吗 你为什么在这里 他说 谁领你到这里来的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要在这里得到什么 我问了三个问题 待会我们再看一下 这三个问题是一个灵魂拷问来的 但是这个少年就很随意的回答咯 哎呀 因为这个米迦带我 如此如此 怎么叫如此如此 请我各位一起做 米迦带我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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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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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讲了一大堆 就是blah的就是不重要对不对啊 才没有记录嘛 他对我 如此 他对我blah blah blah 但是下面就中间 他请我做祭司 他说我在这里啊 就是什么呢 为了 虎口啊 为了什么 为了三餐 你问目试啊 目试啊 你为什么在这里啊 为三餐 为三餐就很可怜 那这五个探子知道 哦有祭司了 你看到祭司 你笑我看到算命老嘛 每个人想知道我的钱是怎么样嘛 我以前也这样骗你孩子嘛 我说我会看手掌的 他给我看我就摸到了 你们也这样做吗 所以人都很期待知道自己的前面怎么样 明明知道上帝给予他们的道路 他们很清楚的 他们偏离这个 却想知道我们要去地方顺不顺利 一条路什么都没有 我要做这单的设计成不成 然后这一个冒牌的记事 我们没有看到他求问神的过程 他只能随意的说 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 好像要打发他们走 你在耶和华所行的面前 你们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的 随意的又冒犯了神的话语 因为他用着神没有讲的话而去做了 我们下去看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长文短说 就看到这个五个探子 他们就这样的很顺利的 就去到拉义了 然后想想一下 拉义离开他们原本地方有多远呢 大概两百公里 两百公里大概可以回到立正牧师的家乡了 回到福庸了 就从现在慢慢走啊 走啊走啊走啊走到福庸 远不远啊 为什么走这么远呢 因为路途看到的话 不可以啊很难啊 这里啊哇有危险啊 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到拉义了 拉义是个离开他们原本的地方 两百公里左右 那是一个很很很很山 风水很好的 那边又很容易的 那些人就也是很温柔的 所以他们就打算说啊 哇 这个祭司这样的祝福我们 我们也找到地方 他们就立定的说宣告 这个地方是神给他们的 于是他们就回去报告了 报告说你们一定要快点去哦 快点去快点去 所以他们就看到了 带了六百个人 就要去攻打 就要去得到这个拉义了 在途中 他们又转去米家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招揽 要招这个少年人来做他们的祭司 而这祭司也哇不错 本来有做一个家的祭司 现在我可以做整个宗派的祭司 又带了这些的偶像 跟着他们所去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 他们来到当时的时候 他们也杀害了当地的人 得到这个地方 因此我们看到什么 这里有一个经文的里面 让我们看见第三十一节 神的殿在西罗多少日子 人为自己设立米家所雕刻的像 也在淡多少日子 就表明当时神的殿是在西罗的 他们需要常常回到这里 来表明他们对神的敬拜 但是我们介绍当时 神的殿在西罗多久 但是人却没有跟从 偏离自己的道路 那今天我们要看见 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计划行事 偏离了上帝的旨意 害怕困难 不愿意面对挑战 这岂不是也是我们许多基督徒的写照吗 有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 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short cut 在找short cut的时候 也许可能我们想 哎呀 这个办法不行 有没有看法 用一些 能够更快地得到我们所期待的结果 甚至有时候我们用的不正当的方式 为的就是很快速地得到我们所要的 现在基督徒也可能要寻求许多的方便 而不是愿意面对 因为上帝 别人生命当中的旨意 也许不是那么容易去得到 而因此而放弃了 你们听懂姐妹 当我们回顾看到这个探子们 问少年的三道问题 也今天让我们在当中再次的 也透过这问题来检讨我们的心 谁领你到这里来 这个探子问了这个少年的立位人说 是什么在引领你的人生方向 在你正在走的这条路当中 是什么在引领 是你持着怎么样的信念 什么的观念 谁在带领你整个的人生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你的人生中心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 你在这里要得到什么 占据着你的心的那个动机 又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需要有规划 这三道问题不断地提醒我们 跟中文说我们做了基督之后 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 我们要怎么样的回应呢 我们相信是上帝把我们带到我们的这一个生命当中 来引领我们 那我们在这里是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来是要反映基督的形象 那是我们所到之处 要让人透过我们生命来认识这位真神 那你在这里得到什么 你在这里就是要成为一个忠心 回应上帝 的一个仆人 也许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迷失了 我们迷失了 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发生 或者我们看到一些 一些形恶的人 他们的道路现在非常的通畅 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也想跟着他们去做 今天早上我就提醒 不给巴多德的弟兄姐妹 这里也提醒一下 最近的我们的这个新加坡的新币 非常强势 对不对 很好用 对不对 很多人都去哪里 去接避 马来西亚 那如果你是驾车的 我提醒你 不要空着你的邮箱去接避 有人这样做的吗 不要举手 有什么错呢 因为他说你的 虽然这是个人的 这个地方政府的法律 我们也要学习来遵从 一个的心 借着这样的遵从 来敬畏我们的神 Amen 不要空着你的邮箱 JB 可以空着肚子 Amen 空着肚子没问题 没问题 所以在我们各位朋友们的人生里面 这里有一句话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顺 但是其实他的目的 不是只是这样而已 他说不要在上帝以外 计划你的人生 不要把上帝放在你的计划的以外 这个焦点 不当你的计划 还有你这个人 也是重要 不要把上帝 不要在上帝以外来计划你 当你规划你的人生 当你可能讲 我今年年纪这么大了 我还有什么计划可以做呢 弟兄姐妹 你仍然可以规划你的人生 我最近在规划 我接下来20年的人生 我今年56岁了 但是我还在计划 所以你一样可以计划 无论你身上存着 还有怎么样的岁月 我们不知道 那怎么知道 这些都是恩典 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要去 来服侍他 我们要来去计划 我们的人生 这是应该的 然后在你计划的时候 不要把上帝 放在你的计划以外 上帝 对你的护照 对你的这一个 你要学习 你要学习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所学习的 我们要存心等候 上帝的计划来成就 上帝是信实的 他必会成就 他所应许 给你的弟兄姐妹 然后当我们变得 不耐烦的时候 我们变得不耐烦的时候 我们很想超越 上帝的计划 这个导致我们 往往就会偏离了 上帝的旨意 我在这些早上 也在五七八都 坦诚地说 我在这个冬村 也学到好多 好多的功课 就是当我知道 上帝复杂我 我很想看到 这个东西去成就的时候 我也走上了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 以为要达到 上帝的旨意 而结果呢 我用了七年的时间 就是在兜圈 别人看见我是一个 很会说话的人 很有想法 又可以办事的人 但是他们得到的 一个结论 在七年当中 他们得到结论 他们给了我一个标签 你们知道这个标签是什么吗 用广东话 就比较传声 高习惯 什么叫高习惯呢 就是那个 去脚大便的那个 棍 他们觉得我这个人都出现了 哇 你就在这里 高习惯 然后在七年里面 我就过了高习惯的日子 然后我继续地 相信上帝的计划 我相信上帝的旨意 直到上帝把我替来 真的把我替来新加坡 我在新加坡 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那我上神学 然后我也向教会询问 教会愿意接纳 我在教会里面 跟多的服饰吗 当时主任牧师怎么跟他讲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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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毕业才来讲 然后我就等 他又忘了 我各年就在等 就问他 就说 哦 毕业了 OK 那你再等 我就等了三年 三年过后 我说应该可以了 他说好 你可以了读完书了 好 你来做义务的 我做了义务传道 如果没记得 我在这里 三年了 又做了三年义务 没有薪水拿了 要讲道 要探访 要做这个 做那个 三年过后 终于上帝开路了 我就能够 在当中 来服侍大家 在过程当中 我不懂当时 每每记不记得 当时我有一首歌 是非常感动我的心的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当时我在 做领事的时候 我在彩排的时候 我这时候 那个感动又来的 每次一唱首歌 他们在练习 我就跪在那边哭的 每一次我都选这首歌 不是每次 每次哭 我知道顺服 是一个很难的 煎熬 但是如果你坚定 上帝要使用你 我也看到 二十一年的等候 这个事情 上帝仍然能够 悦纳我的心愿 使我能够成为 大家的祝福 而不再是 搞习惯了 虽然有时我也搞一搞你了 我搞一搞你 这件事情要帮助你 要挑望你 要搞 高兴 跟大家讲信事是非常的靠心 那你可能会说了 牧师 因为你很清楚明白 你生命中上帝 你怎么样走 但我不知道怎么办呢 一安福音七章十七节 能够给我们带来鼓励 刚才我们今天 今天领事真的非常 跟我的想法一致 他说什么 仁若立志 立定心志 当你说你不懂的时候 我想问你 你是否愿意遵行呢 当你说我不懂神的旨意什么 我反问你先 你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 你愿意走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吗 当你愿意的时候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仁若立志 仁若立定心志 仁若做了这个决心 说主啊 我要遵行你的旨意 我就是要遵行 我不把羞 我就要追求他 他必晓得 这教训是出于神 或者凭着自己所说的 弟兄姐妹 当我们寻出上帝的旨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上帝 已经把这个信号 放在我们的身边了 就好像这一个 叫什么 交通灯 交通灯有红色 还有什么色 青色 还有什么色 还有这个 橙色 对不对 我们上帝把 当我们知道是红色的时候 我们知道 虽然看起来好 虽然看起来不错 虽然看起来很容易 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的话 你要快快的回转 若是上帝是青色的话 你就需要大胆的 无论什么的困难 你要去知己它 你要去把它 应用在你生命当中 若是橙色的 表示你要多祷告 你要多寻求 弟兄姐妹 人若不愿意 遵循上帝的旨意 就没有办法 真正明白 他的旨意的 唯有当你愿意 遵循的时候 神的旨意 就会显明的 Amen Amen 上帝的做事方式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先要立志 我们说 主啊我愿意 我立定是 我跟随你 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 我们必看见 他的旨意成就 你是否正在等待 你是否经过很多岁月 弟兄姐妹 我们甚至有忘了 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呼召 那今天盼望 这个信息 让我们提醒我们 求主给我们力量 因为上帝在 每个生命当中 都有他的命定 都有他的应许 包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坚持到底 不要偏离 他的道路 你必看到他的祝福 领到你身上 那今天当我们 在总结的里面 也许你有留意到 在第十七章 和第十八章里面 上帝是完全隐藏的 我们没有看到 上帝的话语 没有看到 上帝的指示 他既不说话 他也不拦住 而是任凭人 活在自己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的黑暗里面 我盼望 我们不是这样的光景 我们会从这里面看到 罪是有强大的 强烈的传染性的 罪往往都是从小开始 通常不经历里面 从一个小小的破口 从一个个人的里面 从个家庭的里面 从个众派的里面 直到整个以色列人 都跌入败坏里面 都从一个破口 这个破口 今天我们学习到 就是他们藐视 上帝的话语 没有遵循上帝 也没有走在 上帝的指示里面 那今天 我们要怎么回应呢 我们看到大方向 今天的讲道 最后才给你知道 就是我们按照 上帝的要求 按照上帝的启示 按照上帝的吩咐 按照上帝的意愿 按照上帝的计划 来敬拜他 而不是我们的喜好 不是我们的喜欢 不是我们的好处 不是我们的优先 弟兄姐妹 但如果有个这样 愿意的信赐主 我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 我们就看见 这位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 十世纪的作者 不断地重复 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 他强调了 有缺陷不完美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 他们很需要 一个公义的 一个正直的 一个坚定的 一个王来带领他们 作者 他们很肯定的 已经在预言着 在预示着 接下来 这个以色列王国的领导 但更重要的 我们看到这里 有个预言 就是说 这一个所说到 以色列没有王 其实对着一个期待 对着渴望一个终极的王 就是那一位 耶稣基督的到来 唯有他能够在我们当中 以他完全的爱 以他完全的公义 来统治我们 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今天我们要来迎接 再次的迎接 这位君王在我们心中来掌权 那你可能说 牧师啊 我已经接受主了 你看我做觉知祷告嘛 我的问题是 耶稣是否在你的生活 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层面都做主呢 因为耶稣若不是在凡事上做主 祂根本就不是你的主 祂可能是你口中 讲出来是我的主 但祂若不是在你身边当中 来掌权 也许你有挣扎 工作 人际关系 过去的失败 金钱 等等的领域 是你没有完全的降伏在主的手中 这也成为那恶者 继续的攻击你 继续的嘎吵你 继续的打扰你 的那一个破口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堵住这个破口 我们要迎接这位君王 在我们心中来掌权 我们这首诗歌 我们首先来迎接我们的君王在我们当中 因为我们要来遵从祂 我请大家跟我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这首诗歌 专注在耶稣的身上 祂的同在里面 有着祂的能力 有着祂的权柄 也充满着祂的慈爱 一切以后我可以敞开我们的心来迎接祂 神经耶稣的祂 祂的主我们高举祢 我们欢迎祢的宝座 在我们这边 我们迎接祂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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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耶稣的荣耀 归云 至高深处耶稣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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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高居滴滴滴 更多 更多 来高居滴滴滴滴 来高居滴滴滴滴 更多 更多 来承认祢是主 直到哪日 我再见祢里面 更多更多更多 因此要我们来呼唤了 阿雷著祈祟 再应见耶稣 在祂的神秘当中 再次来掌权 主我们需要祢 更多更多 来传个祢是主 知道的人 我在天地里面 君王就在这 女士的女姐妹 刚开了女主的手 表录我们愿意降落 在柔票的君王的面前 唯有她配得 唯有她配得这一切的荣耀 我们被造的目的 就是来柔票她 就是来敬拜她 就是来出仇她 归于自靠身处耶稣 和撒难归于 和靠身处耶稣 耶稣 耶稣 我们的主 我们的话 Hallelujah Hallelujah Amen Amen 兄姐妹今天我要邀请 你和我来做这个祷告 若在听到的时候 圣灵打开你的眼睛 让你察觉到你的生命当中 的那一些的破口 这些破口有的时候是因为 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坏去行 也许我们经历在过去我们的错误的里面 我们经历了伤害 也许这错误不是我们自己 而是别人的 别人所造成的影响了我们 对神的认识 以致我们偏离了上帝的道路 今天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当每个人都记着头 闭上你的眼睛的时候 这是个关键的时刻 这也是你的生命得以重生的突破 让圣灵打开你的眼睛 使你看见那在释迦的耶稣 祂如此的爱你 祂要让你领受这个丰盛的生命 若你跟我一样说 主啊今天我要按照圣经的启示 来敬拜你 我要按照主啊 追求不但只是一个成功的生命 乃是个敬虔的生命 乃至在我的成功里面 在我人生里面 能够彰显神你的荣耀 今天你说我不要再过这个 本末导致的生活 我要将我自己的人生 完全交在主的手中 若这是你跟我一样的 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请你举取你的手 这个祷告叫做主权的祷告 就将自己的一切 完全交托给那爱我们的主 也许我们在做导致 我们感到哎呀不懂可不可以呢 我不懂能不能呢 先把这一些的恐惧 这些的害怕完全的放下 因为神认识你 祂知道你 今天拖着祷告 我们邀请神 再次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 祂会医治我们 祂也会从这些的破口当中 释放我们 若你预备好 举起你的手 跟我一起大声的来宣告 在线上的兄姐妹也是一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赐予我美好的这一天 让我能够与你亲近 来敬拜你 来荣耀你 这个时刻 我将我的身体 我将我的心思 我将我的灵魂 全然的交托给你 求主来掌管我的生命 成为我生命中的主 引导我的生命 引导我的人生 主啊 我将我生命当中一切的忧虑 一切的忧虑 一切的困惑 一切的怀疑 一切的挑战 一切的小性 一切的小性 都交在你的手中 求主你帮助我 求主你帮助我 给我智慧 给我能力 勇敢面对我前面的道路 勇敢面对我前面的道路 我也求主来医治我 我也求主来医治我 医治我的身体 医治我的身体 示范我心灵的重担 示范我心灵的重担 恢复我与上帝 以及与人的关系 让我在你的里面 找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我相信你的计划是最美好的 我愿意顺从你的旨意 求你指引我 让我在每一天生活当中都容神一人 感谢你对我的爱和恩典 我要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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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的爱 我们谢谢你 借着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我们是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再次的让耶稣在我们心中来掌权 我们愿意降服 我们愿意以神为我们的神 走在容神一人的道路里面 你听到每个人的祷告 我们心中也许有难处 也许也是因为别人的错误 所带给他们的伤害 我们求主你特别的纪念他们 特别的时刻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让主的安慰 领到我们每个所需要他的人 我们当时有许多仍然在年轻力壮当中 也许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所谓的上了岸了 我们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忧虑了 也让我们因为主的缘故 我们愿意规划我们的人生 愿意让主你来带领 愿意让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此刻我们要散去的时候 不单只是一个聚会的结束 但是被主拆卷到每一个角落里面 继续的做光做圆 继续的散发出基督的光芒 成为光成为眼 让你透过我们的生命 透过我们的言行来认识你 愿意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付上帝的慈爱 胜利的感动和交通 都临到你的百姓的身上 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 用姐妹一起说 阿们 阿们 愿神支付大家 继续回到你的小组的里面 也继续的继续回应 上帝在你生命当中 那美好的旨意 阿们 神支付大家 大家可以平安散会